营养生房,春天来了,有一些新鲜的水果上市了 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三种不能错过的营养水果 给身体补充动力,还能够刮油 第一呢,就是柠檬 柠檬啊,由于味道浇酸 一般呢,不直接生吃 而是作为配菜或者是调味品 柠檬有西餐之王的美誉 凉菜、主菜、饮料中呢,都能拍上用场 柠檬富含微生素C,是一种天然的美容佳品 但应该注意啊,柠檬味道酸 所以啊,胃贵阳,胃酸分泌过多者 应少吃柠檬 第二呢,就是枇杷 枇杷啊,是润肺的好食材 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 枇杷能够润五脏,滋心肺 枇杷液也有缓解肺热干咳的作用 穿备枇杷膏就是以枇杷液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 像一般感冒干咳时呢,会吃一些枇杷 每天要吃上几颗,能有一定的润肺、养肺、齿壳化碳的作用 第三呢,菠萝,它可以改善血液循环系统 有效的消除炎症和水肿 另外啊,菠萝中的糖、盐类和酶呢 还具有很强的利尿效果 比较适合患有肾炎和高血压的人使用 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同时别忘了关注我 好